有趣的漏网画面 其实在看看这是庆祝建国百年的同时 还机会也邀请了回国台商一起参序 马总统跟吴登义院长都出席 不过现场却动算声不断 像是国民党的造势大会一样 而台积联还当场宣布 台商反台投票过年的话 票价半价优惠 比往年还要提早三个月 这可不是马无的造势活动 而是海机会举办百年国庆台商参会 马总统上台称赞台商市两岸投庭防线 马总统力捧台商 但要换为选票 还得台商回来投票 台积联总会长当场宣布 返乡投票过年的两岸同班 本体票便宜一半 不管你是台商协会的会员 不管你是台湾的学生 不管你是台湾的家属 只要你到台商协会登记 那么您就可以取得团体优惠家 三个月前我们就落实下来 利多吸引台商返台 不仅马无都出席参会拉拢 国民党立委也出现在现场 为台商权益来争取的 还有张庆华委员 虽然不小心交错名字 但现场五位国民党立委 张敏昆通通点到了 只是这场合 怎么不见民进党立委 所以是蓝绿多腰还是 没有就原来是召集委员 对 中国召集委 内政的召集委员 对对对 但前任内政委员会召委 民进党立委邱一银没受邀 李清华不是内政委员会 前后任召委却出席 台商建国百年参会 像是国民党造势大会 民进党在双十国庆的今天 则是选择